两个星期之前 美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太空发射任务 把两名太空人送上了地球轨斗的国际太空实验站 但这次太空任务非常特别而且备受瞩目 一方面它是美国九年之后第一次成功地从本土进行载人的发射任务 第二个更重要的 这是一个完全由民间业者来执行的任务 换言之 美国太空总署已经把过去官方的责任转给民间来承包进行 而且非常的成功 不过我们今天跟你谈的不是这些太空理论或者是发射方式 而是那里面所展现的人类新的一种尝试 就是希望把太空之美透过工艺设计的方式去吸引更多关注的眼光 去更唤起我们的下一代对于太空探险的兴趣跟热忱 这靠着什么呢 靠着吸引你的视线 因此你看到这次无论从发射的太空舱内部外部的设计 整个成型的准备 地形人员的穿着 乃至于太空人内身的穿着衣服 似乎都跟太空科幻片一样 也就是我们看到了过去太空真实任务 那些太空人都是非常臃肿的 可是当我们看到太空科幻片 那些太空装备又似乎那样的新颖前卫 这一次似乎实现了 难怪因为这次的任务的民间主导公司的负责人 就是Tesla车子的创办人马斯克 马斯克他说他的用意正是如此 他希望大家透过对视线的吸引 对太空的热爱 更引发大家对于太空未来征服任务的支持跟前进 两名太空人走出门受到热烈欢迎 特利和本肯满脸笑容 竖起大拇指笔赞 接着和董在外头的家人做最后的道别 因为疫情他们只能和小孩隔空抱抱 再加上个保持社交距离的绯闻 两人有20年的交情 他们的妻子也都是太空人 对于任务的挑战和危险 当人心知肚明 在抵达太空舱龙飞船前 他们先搭乘特斯拉的黑白电动车 前往发射台 这次飞行是由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Vest X的猎鹰9号负责赞人任务 30日下午 从佛罗里达州的甘乃迪太空中心发射深风 身穿白色太空衣的太空人 仿佛电影星际大战的帝国风暴兵 周边环绕着全身黑衣戴黑色口罩 宛如日本人者装扮的工作人员 黑白对比让整体设计特别有时尚感 因为SpaceX创办人马斯克 希望迷迷的太空机型装 不只要功能多 还要看起来够苦炫 为了让太空飞行又如科幻电影般 马斯克直接缴来电影服装设计师 德西·费南德兹 我设计了SpaceX 我可以展示了SpaceX 但他们可能会展示它在未来的年 费南德兹设计过许多超级英雄的服装 像是神力女超人 蝙蝠侠都是他的作品 此外知名太空人艾德琳的儿子 安迪·艾德琳博士 也协助增进SpaceX太空装的机能 SpaceX还有个概念 要让太空装和龙飞船硬体融合在一起 当身穿白色太空装的太空人 坐进飞船的黑色太空椅 安全带将两者连接在一起 提供了航空仪器 通讯仪器 满足了太空人一切所需 另外太空人的头盔 也有不一样的效果 而太空人的测制手套 则可以直接触碰荧幕 简直将太空美学发挥到极致 且每件太空装都是用手工缝制 专门为不同的太空人客制化打造 务必让穿上太空衣的人 感觉舒适又贴心 因为这是美国航太商业化的关键题目 5 4 3 2 1 0 启动 启动 Saskin Line Crew Dragon Go NASA Go SpaceX Godspeed Bot and Dog 第19号火箭直冲天际 最后两截火箭的尾巴 喷出了橙色火焰 可循环使用的第一截火箭与主体分离 按照原先预定的计划 垂直降落在大西洋的海面回修台 随后第二截火箭也顺利脱离 龙飞船成功进入预定的轨道 那就是那个召唤 Dragon is now officially making its way to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today 两名太空人依照美国的传统 身为飞船的第一批成员 负责为新载具命名 We would like to welcome you aboard Capsule Endeavor We chose Endeavor for a few reasons personal to Bob and I We both had our first flights on shuttle Endeavor 美国在2011年底结束太空梭计划 奋景号太空梭被送进了博物馆 让太空人怀念又感伤 因为距离上一次在自己的国土 用自己的太空梭载人上太空 已经是9年前的事了 9年后再度载人重返太空 黑奈迪太空中心附近的泰特斯维尔市 大批民众在城市解封之后 出门观看这美国历史上的大事件 2014年博弈和FestX两家民营公司 取得NASA的合约要在2017年之前 再人前往国际太空站 这项艰巨的任务对两家公司来说 都是艰难的挑战 2015年SpaceX连三次送火失败 2016年电影9号火箭 在发射前常规测试中爆炸 被马斯克形容是最困难的一次失败 当时还有美国国会议员质疑 为何合约给航太去拨波音的同时 还要给城市不足的SpaceX 如今SpaceX成为人类历史上 第一家载人上太空的航太公司 对30岁就创办SpaceX的马斯克来说 情绪营免之中 我认为这应该让人们在心中 有任何发展的发展 而两名太空人已成功进入国际台湾站 抢先取得了九年前留在当地的美国国旗 然后在一段时间 我们认为我们会有一个友谊的竞争 看看谁来到这张币 然后感谢SpaceX 你得到这张币 两名太空人将登陆在太空站上几个星期 和其他太空人进行实验研究任务 2 1 Lift off of the Falcon 9 and Crew Dragon SpaceX载人太空船成功发射 似乎也象征着人类又更进一步 接近科幻创作的太空军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